整体上来说 鱿鱼啊 比如说盖蒂 罗娜 土豆明 他们三个不用打外卡赛 然后西瓜也不用打外卡赛 所以这次外卡赛 整体上来说 大家还是觉得 轻松了不少 外卡赛有奖金吗 有奖金 跟分赛局奖金一样的 你知道这个时候最开心是谁吗 谁啊 孙一峰 为什么 因为他是NSL第四名 前三名都不用打 他 后悔吧 如果我稍微弩点 哥可以拿个奖金啊 他现在表示 我告诉你 夺冠障碍已经扫起 我告诉你 打外卡赛的选手抱的什么心态 哥不要奖金 名额给我 全是这个 全是这个心态 我告诉你 这个名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但至少如果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名额 对于很多选手来说非常重要 进不进 进了中国区总决赛 跟没进中国区总决赛 这个感觉 这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 就你如果你 你打了这么久分赛区 什么一年打下来 中国区总决赛都没进 你作为一个职业高手 你觉得你这一年就白费了 很不完美的一年 不过还好 因为现在星期二比星期一好很多 因为比赛多一点 比赛多了 比赛多一点 但你仔细想象 你在国内比赛还是不是特别多 我们看第二场比赛吧 第二场比赛是来自 两个小将的比赛 一个是来自 A级战队的 以前这一期战队 现在已经不是了 不是了吗 不是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台湾的 这个 Spyder Spyder的 A 刚刚才加盟到台湾战队的 Spyder战队 现在有两名星期二手 一位是H 还有一位是Comp 从A级转会过去的 对 而A应该是潘大 是潘大的吧 对 以前是 潘大解散之后的话 它是直接加盟到了 这样的一个战队当中 我听说啊 听说A级迅游的星期二分布 是解散的 YHY还在 我听说是解散 包括像这个 PSTL这种比赛 他们都没有参加 明白了吧 又解散 我听说是这样 所以说具体不太清楚 反正呢 他们连战队连战 YHY是代表Spyder 还是代表哪个队去打 他这次PSTL 就职业战队连战里面 他是代表其他队伍去打 那其实也确实是 可能是在运 俱乐部在运作当中的话 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是的 而这一场比赛的话 我觉得Spyder好像是在上海 已经开了一个分布了 已经开好了 离我们这边也不远 如果我有空的话 对吧 或者说爱死或者小雨有空 晚上去拍点照片 看看别人俱乐部的环境啊 这些都做个报道 是的 对吧 这边两位选手都准备完毕了 那马上进入这第一场大战 好的 各位观众 你现在收关的时候 NUTV也带来的 WCG2012外卡赛西 一战八尔项目的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来自 应该是没有战队的兜兜 对阵来自Spyder的H 我们看一下出生点位 红色的人组 就是兜兜 是出生在了祭坛的 10点钟的位置 而这边蓝色的神组 就是来自Spyder战队的 这个H 是出生在了8点钟的位置 Spyder战队是中国少有的 星期二选手待遇 比L1选手要高的一个战队 他们战队L1选手 五个人住一个房间 星期选手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 台湾的星期二项目的 收视率是最高的 我听橘子熊的工作人员说 甚至是比康熙来了的 收视率还高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反正他们原话是这样跟我说的 这样来说 高不高 我只知道他们比 棒球 棒球高 棒球已经是他们那边 非常流行的一个云 对 所以说 很有前途 很羡慕啊 这很羡慕 大家羡慕了 我看到这个MLG 我就越看越羡慕 我们去台湾算了 唉 我说的是MLG好吧 今年 他们这群家伙过来 来昆山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USA 我都想好了 我先 去之前 对吧 我就跟所有观众先说好 是的 主要上面那个人赢了 赢了韩国人 我们就USA USA 是的 大家就跟我们一起 对的 对的 这样USA一下 然后我会去发动那个 Atosis跟Teslas 两个人一起 跟我们一起USA 他们肯定会叫的 这两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这两个09年我们还没有这个习惯啊 有这个习惯 09年我们就一起叫 好 这边兜兜是先气况开局 而也是被S侦查到了 这两个选手在天梯上啊 我都是碰到过 很遗憾 两个人我都打不过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是一年半以前 我碰到兜兜小绿 A的有来有回 然后别人就成职业的了 现在我在韩服碰到这个 碰到兜兜 基本上就是被A的手都还不了 抖的要死了 S我就不提了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赢过 S好像也是在潘大的时候 也是属于一个小强级别的选手 就是刚开始练习 现在加盟了这个Spider之后 我相信在练习环境上面的时候 会提高不少啊 就是一直在进步的一个 至少还有职业打 我觉得真的 就很多选手因为没有 找不到战队 然后都被迫退役 我觉得有时候很可惜的 但是这个也说明了 职业圈的一个残酷性啊 有时候就一直在跟各位观众说嘛 就是职业不是那么好打的 有时候很多孩子就抱着一颗 我要打职业的心 就去打职业 非常困难 真的非常困难 像兜兜现在就 我实话说吧 没有发他工资的战队 是的 然后据说 听说也许 在职业战队联赛上面 他有可能会代表 CLC俱乐部打 有可能 但这个事情还没有确定 我只听浩南说过这个事情 就如果他实在是没有战队的话 就 哦 这边也是光头加火车 而且跟上场不太一样 他这个是波火车少光头的一个打法 而这一盘的话 这个 S就打得比较拼啊 直接是开了框 根本就是默认的 而且VR 我觉得是侦查到情况下 他这样做出这样吧 为什么呢 因为对手仙气框 仙气框的话 对手打两臂呢 可爱心为零 我们来看一下 侦查到 他看到仙气框的 刚才过去 看到仙气框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对手前压 第一波兵来的会比较晚 无非也就是点火车嘛 我建筑学做好一点 都有你拼操作对吧 已经想好了 A是这个打的就比较职业 好 两个火车过来 你反正这个基地这里 你慢慢打好了呀 随便你打 这让我想起了重组 一个女王毒口 下面基地慢慢打 一千滴血 一千滴护甲 对吧 一千滴的尿 你慢慢打吧你 慢慢打 求你打 好 这个不应该放 哎呦 没关系 这种情况 二矿就不要了 二矿真不要了 哥错了对吧 四百块钱送你 你都拿了这么多农民呢 算了算了 我错了 再送你两个农民 五百块钱好了 来好商量这件事情 大家慢慢商量 你拖了这么多农民 我送你五百块 我们要看 A是如何去防止 他已经放起了 他应该已经放下 这里放下 都点这个了 我错了 还不行吗 你是哥 只要等不朽出来 我就是哥 还是有点虚 还是有点虚 赶快啊 这个赶快刷兵啊 赶快刷兵啊 没问题 没问题 这边兜兜也是没办法 他也不知道 打这四百块钱 打这四百块没意思 他想往里冲 但是冲不进去 出点气吧 打了回家 对吧 出点气 这个时候确实 把基地打掉 安全回家 就算是赚了 好吧 你这个属于 你不给人火鹿啊 你 这不是自天然立场吗 这个 你这个逼别人 这就是天然立场 好了 基地亲死兵 我要打掉啊 这个时候再不打掉 但是你打掉 你兵回不去 哎呦 天哪 这可能要全部死在这个地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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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这里怎么会有一条缝 这里什么情况 哎呀 哎呀 本来是个赚的 看看看看 分带不错 分带不错 有分力强 有分力强 没能量了 算了算了算了 还有两个 我们来看一看杀了多少农民 等一会儿 看打完 好打完了 我们来看看 哎 差不多 九个 那这样的话 人猪也没亏什么呀 人猪亏了好吧 这个兵死光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个战损 亏很多好吧 现在戴不朽凡打 你怎么等 出坦克了 我看一下是不是出坦克 还真是出坦克 那只有出坦克了 那还能出什么呢 现在就是什么火力强出什么呀 你还能出什么呢 那倒是 就这三个东西能出东西 要不 要不我出点这个 对吧 出点这个你都说出来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个T黑 哎 就跟你 就跟你打那个 打这个神族的时候 你当时被人A过来的时候 有什么刷什么 你有飞机厂的人刷飞 来虚空 你不刷虚空的了 你知道为什么用 你也在刷虚空好吧 有什么出什么 什么 什么VR在出不朽 飞机厂在出虚空 兵营在各种刷 好 有个不朽 但是我觉得 可以哟 可以哟 打开了打开了 不朽的火力太强 这个不朽 这个不朽好猛 点坦克 哎呀 哎呀 七杀呀 这个不朽 哎呀 但是英雄要挂了 哎呀 英雄走掉了 不错不错不错 八滴血 不错 在后面打打打酱油 往回拖一步 往回拖一步 打打酱油 稍微回回能量 对吧 现在只要压住人 做二矿就可以了 神族家里面 随便刷点东西 A上去啊 这个肯定A上去了呀 你有个叮当开始也 你就这一点兵 你不拖农民 你怎么能够打 英雄爆了 但是也换了那个坦克 现在尽量换农民啊 能打多少打多少 一场放的不错啊 这个 好像打不死啊 好像打不死啊 这个农民拿来打不死啊 看后面几个叉 能不能够创造 哦 但是 这边的哨兵损失太厉害了 这样的话 神族亏了呀 对啊 送一波兵什么意思了 他其实A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打门口建筑 然后利用立场一直隔 农民打光了就退回来 对 他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下面打的时候 利用对手的建筑 做立场 然后你自己立场隔一隔 是可以赚到很多便宜的 你把这个VF打飞就好了 那 现在这个局势又不好说了呀 这个坦克反打一波 我觉得就死了呀 你这时候 打神真善没一波 你怎么挡吗 对吧 哎呀 关键人租 损失了农民之后 他是在矿罗 他这个回复能力快呀 你神族现在没有二矿 你的经济其实不好 是的 经济一点嘛 我们看看有没有饱和 差不多饱和了 少一个 差不多嘛 反正 这边我们看看 还要开二矿 但开二矿对手 反打你怎么办啊 这一波 就傻 傻爆机枪 然后带点光头 带几个坦克 一出来你也没办法呀 这怎么打呢 我看兜兜这个样子 也是准备好了 不开矿了 我就跟你玩命呢 今天 打出了真善 美之真善 没有美 好了 又带点金刚独龙钻 没有啊 这是真善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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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颤音的好吧 好 这波要利用这个高台来打 也很聪明 他也知道对手要这样一下 他必须要利用地形来干 但是 力场放得不错 H的立场确实还是放得很好的 但是还是没用啊 刚才就是太冲动了 他可能觉得打得死 金刚独龙钻 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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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两下跑了 封两下跑了 那不想浪费力强 好 想在这上面打 金刚独龙钻 放得还不错 力场 力场是放得真好 真的不错 这个力场 这两次隔得很漂亮 这个力场是放得真好 给了自己 有机会啊 顶出来一波 顶出来一波 这个手顶出来 坦克操作 不朽操作好一点 这不行了 这个被 哎呀 不朽哥 这也能跑掉 12滴血 好了这个兵鹰绕你 对吧 在门口这个建筑一打 就要砍人口啊 再刷点兵吧 这个我觉得 成绩的可能性比较低 嗯 但刚才其实在这个位置 是有机会的 已经防得很不错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刚才我觉得 他再有勇气一点 在这个位置打了的话 说不定还真打过了 有点难 现在坦克架好了 就很难打了 顶当时看了一眼 确实你农民也不多 还在忍 哎 哎 不朽硬是硬啊 好 好这边再换 立场 立场 能封住兵吗 能封住兵吗 包的还不错 哦 下面这个不凶 哎呀 农民农民 三个坦克 三个坦克 其实立场如果早点封的话 真的有机会挡住了 啊 还是不行 火力不足啊 其实真的 我觉得他把这波兵 封在这里 嗯 再续一波兵就挡住了 已经挡得很不错了 他农民都可以不脱 刚才 可惜了 可惜了 击击 那恭喜一下都都是获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整体上两位选手的表现啊 嗯 但是不错的 哎 许的立场确实让我们觉得真的很不错 眼前一亮 主要 就像其实刚才跟刚才哪一场呢 就刚才那个 呃 追猎抹进去 你刷四个叉 对 好了 这四个叉在上面一顶 你就发现 形式完全不一样 叉叉叉 叉这个狂射者杀农民的速度 比追猎要快得多 而且又又硬 嗯 对手又打不动 然后你追猎有足够的火力输出 一下就打翻牌 我觉得这场比赛 有点可惜 不过 打冷静一点就好 不过 S的立场不错 而且他在 你看到这一波推出来的时候 他两次立场选择放的位置 嗯 其实当时他真的是有机会挡住 即便在最后一下 嗯 都有机会挡住 没错 如果挡住了 他那波农民没没拖出去 然后他把那波冰吃完了 然后退回来 再刷一轮冰 因为这个时候 呃 兜兜是存在一个接冰的问题的 他这个时候一波 续一个不朽 一波推出去 说不定就挡住了 挡住了 也是兜兜出事物呢 出的比较少 嗯 尤其是在这个二荒路口这个地方 兜兜的坦克架的时间很好 嗯 他如果不架 可能也是被一波立场打伤掉了 第二场比赛是双戒 双戒这样地图又是一个可以打出一波的地图 所以说 这样比赛可能还会打得比较快啊 嗯 两位选手都准备完毕了 那马上进入这场大战 一二外卡赛的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来自 华裔Spider的 H对阵 兜兜 我们看一下出生点外 红色的人族就是兜兜是出生在了 双戒的八点钟的位置 而这边蓝色的神族 就是来自华裔Spider的 H是出生在了三点钟的位置 这样一场PVT的对抗 刚才我们也看到兜兜 其实还是一个满战场打一波的选手 也是通过一波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而这边H的立场 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张图的话 立场不太好放 立场有点宽 因为在这个路口处有点宽 不太好放 我越想火气越大 为什么 什么叫上海parting 干嘛 这是你昨天说的是不是 我什么时候昨天说的 是我们昨天播SPL的时候说的 我昨天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你不要乱说了吧 别人说什么你都信 你又没亲耳听到 你又没亲耳看到 干嘛了 是的呀 你要有证据作证的呀 你这是不是羡慕忌妒恨 有没有证据我一点都不羡慕 我不想当party 你想当确查是吧 确查还不错 我们要看一下 两个人 第一盘兜兜打出了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战术 第二盘 看这个样子 不像是要打战术 情况还没放 难道单兵双开 我不信 有可能哦 我不信 干嘛不行呢 我不信的 为什么我不能单兵 祭坛都这样打的 这个图我不信的 他肯定是3BB 我就要单兵双开 要怎么样了 难道跟这个XY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单兵双开 让你看看什么神之这个地宝怎么放 让我们来看一下 XY怎么开啊 XY还是偶尔两农民采气 他看到对手没有开那个 气矿 没开气矿 那就两农民采购100系 然后他也快速双开 干嘛 双开了 为什么在这个地图上 你们要这样打 你不信 你怀疑职业选手了 干嘛 你怀疑职业选手了 你又打不过他 他现在就各种跟你讲道理 你也讲不过他的 不要慌 哥以后碰到他 再放一次虚空 干嘛别人就这样开 你虚空又不一定打得死他 总能找到跟他 好 这边XY也是直接开二矿了 这次为什么还有双界地图 地图谁选的 随便选选点 你点的不pro 应该问过哥 做都做好了 之前 这个地图很早就做好了 怪不 然后 做得蛮漂亮 然后谁知道双界就取消掉了 你可以不吭声 不过我告诉大家 分赛区不是打这些图 大家不要担心 分赛区就打天梯图 但是电梯的点位上面会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掩埋深谷没有进点的 会做一些调整 但是地图呢 就是分赛区的那 就是天梯的几张图 但是没有那张很坑的那个新的这张地图 什么 新的我不知道 这个都市 我觉得那张图没有 没那个图还好啊 我很喜欢 你们神族都喜欢 不 我觉得那个图还算 还算可以了 那张图为什么在分赛区没有选择呢 因为那张图可能也是新推出来 大家打的不太熟 为什么又不打职业图呢 在分赛区 因为分赛区参加的都是海选的大众选手 大家以天梯为主的 所以就打一些天梯大家比较熟悉的地图 开心一点 对吧 分赛区虽然说我们以选拔高手为主 但是还是希望各位观众 能够有机会跟高手一战 能够有机会去干高手 对 我跟你搞一张 搞一张大都市 那你打了没打过 那怎么打了 大都城 打过 打过一两天呀 就没了呀 对吧 我搞成这个图你怎么打了 打了一个多星期 我好喜欢那个打 好 这边我们看看H的打法呀 三兵之后要 前压 要前压 照妖镜照一步 很紧张 你这个图 你单兵一双开我不照你一步 对呀 我对得起自己的了 你看这个家伙 你看兜兜这个家伙 放B1了吧 哦 但是四兵营 四兵营 有点稳的 稳是有点稳的 我不好意思 四兵营太兴奋剂 好稳 你敢照妖镜照我 我跟你说我不是妖怪对吧 四兵营兴奋剂有点猛的 但是由于它是先生幸福剂 所以说这里还是存在一个timing的 你这样往外压呀 要被解呀 胆子就是大 哎呀 这一次 H的理想果然是要比B1 稳微好一点点 就是多一个缝啊 哎呀 你这波兵送了 你四兵营有屁用呀 这出门什么意思 这不是比你越多越好的 他其实他这个出门的是16枪 没往前压可以理解 但是 H他没有想到H在这个地方 截了他一下 H的水就是点到后面 好了这个尴尬了 这个要被墙捅捅穿的呀 好立场 立场随便放放就打开了 打死了这个 至少二矿是大费 二矿肯定费的 这 这拖农民都挡不住 这波差太猛了 不要了亲命的 哎呀 不要被封进去啊 不要被封进去 哎呀 我就说不要被封进去 好了 这农民打了剩下20个了 是要了亲命的 冰还死了一堆 这就是告诉人组选手 不要轻易出门 H不给活路啊 还是一个战术欺骗的 这个这个这个 H骗的不错 对的 就一个追猎勾你出来 一勾出来我一封 好了 这波直接捅穿了 敲你这种随便出门 太尴尬了 一比一 这张图 居然都打成一波的战 Amazing 这个没办法 这个我觉得 整体上来说 还是就是这几个枪名 你试想一下 这几个枪名不出去 肯定没 一点事都没有 但就是说 他出去为什么会出去 因为单并营双开 转四并营 16个枪名往前压 我们看到很多 很正常 对的 但是他还没有16个枪名 十几个嘛 他就想到12个枪名 反正我先压 我先压到辽望塔 看看形势 结果还没走到辽望塔 一波兵已经封过来了 这个就没办法 有一定运气成分在里面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 人族选手 既然你选择单兵双开 不要那么拼的出门 对 是 你拿一个农民 各种绕绕着看形势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这个 就是人族在单兵双开以后 选择四名的战数又少了 一般都是选择三兵营 或者是两兵营 一个中攻的样的打法 因为这波机枪送不起 是的 第二是 现在的神族选手的反打能力 特别是以前我们觉得 有你三个宝好稳 根本没有人敢来冲你 现在的神族 是看到你三个宝 一个盾一开 然后几个立场一放 就打穿了 是的 所以说对于现在的人族选手来说 防守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他们也不敢轻易的出门 选择更多的是什么 三兵营 搞个一攻什么的 选择更多 野两兵营就搞定了 哪也搞那么多表情 对不对 这样一说也是 对吧 TSL的选手一样倒 对不对 Grabby也倒 对啊 Grabby据说在 连续两排 被MMA就这样搞死 对的 对吧 这个第三张地图是掩埋生骨 这张地图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做过一些修改的 是只出身在对点 对点 上下点位也没了 上下点位 据说做地图的一个人 好像是在这个版本里面 他把它取消掉了 然后我告诉他上下点位还是要的 他说我后面加上 但是这张地图应该是告诉过选手的 只出身在对点 那这样的话 对对两位选手也是公平的 是的 两位选手都准备完毕了 那马上就这场大战 各位观众 你现在收听到YouTube 为你带来的WCG201277 战巴二外卡赛的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兜兜 对阵来自华裔Spider的S 我们看一下出身点位 蓝色的神族就是 来自于华裔Spider的S 是出身在了 掩埋深谷的11点钟位置 而这边红色的人族就是兜兜 是出身在了5点钟的位置 掩埋深谷由于现在只出身在对点 所以两位选手对对方的点位都是非常清楚 那地图顺序是如何决定的呢 地图顺序是直接抽的 直接抽的 这样的话 为什么打WCG 我一直推崇的就是先告诉地图 我是希望各位选手 能够在提前知道地图的情况下 去准备战术 准备比赛 而我不太喜欢 我不太喜欢这种模式 就是说我告诉你第一张地图 然后输了之后 你去选择一张地图 这样的话 其实在后面的二三场比赛来说 对于选手来说 可能准备的不会特别的充分 他因为他要猜嘛 在地图库里面 他要去猜对手会选那张地图 然后他去准备比赛 如果他去猜到的 不是那张图的话 可能就会非常的吃亏 虽然说可以让选手们 在心理层面上 有更多的博弈 但是在整个场面表现出来 就有可能会出现在第二场比赛 或者第三场比赛 出现一面倒的一个局面 而且选手一定会选他 非常有利的地图 所以说有时候 在星期这八二地图 还不那么平衡的今天 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是选手们会说什么 哎呦 第一场比赛 打波森比赛 我第一场赢的就赢了 因为后面两场比赛 我总有一场 我能选到我有利的图 是的 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三张地图 那即便在你的劣势图上 有可能你准备战术 都有可能赢下比赛 好我们来看一下对点 这什么比赛 这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25块钱换一个农民 可以 好聪明 学到了吧 25块钱换一个农民 懂了没有 而且你如果你要拖 第二个农民去侦查的话 你还要走很远 要浪费采矿的时候 有道理 恶心吗 恶心 我先开矿 我站好 我先开矿 对吧 我先开矿 你不要说了 确实 这些细节做的相当的好 这农民还跑了 很华丽哦 这个细节做的 那兜兜现在肯定是很不爽 小伙子 这么小 那他这个基地根本就不应该摆下去 直接在那边摆两个逼逼 这个 对呀 摆下去 退了 现在 在这边放两个兵 你知道我最狠的一招是什么 我最狠的一招是 我一个农民在这里 一个机枪站这里 然后我在这里点个兵 看了一个胚子对吧 不是我点 你上来不是你晃一圈 我就想打你看到一个胚子 你就走了 我上面再点两个兵 四兵 我赢 你当人家傻的不点你这个胚子 有时 很多神族都不点的好吧 这胚子的大小都不一样好吧 是不一样 你有时候不会注意到 我告诉你 你现在知道 去看大小了 我不告诉你 你为什么老自己有 丧尽天良的事情 证明我很有智慧 我每 我告诉你 不要说了 智商杯 不是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的人组 如果不用这种下三难的手段 打不赢 人都是逼出来的 好的 这边兜兜是快速追两栖 然后放VF 我们要看一下 他是不是打双兵营VF 还是直接变成了双矿真山尾 我们来看一看 我感觉是出女妖的 而且两栖踩得这么早的情况下 也没有补两兵营 我觉得 按正常来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两兵营 那这样的话如果对手使用三兵照妖镜照一照 死了呀 死了可以不了 好 出女妖 我可不可以输 我就问你 反正最后一排呢 反正最后一排呢 可我们看H H打得很稳 并没有快速三开 而是先放VR 很不错 这个VR放的话 你的女妖也打不到东西了 他这个是双兵营放的VR 这样的话 可以第一时间侦查对手 估计H可能也觉得 对手使用单兵双开 可能要阴我 因为这张图太远了 这张图太远了 你要打我一波也没那么好打 反正兜兜老阴他 我今天又不小心 又把我的战术讲出来了 以后又用不成 没事 你在韩服用就好了 你在韩服用不打 没事 哥把我那个小号借给你 每天上去爽一爽 我在韩服现在也打随机 然后打不过 那么很正常 好 这隐形刚升级 对手的 OB就已经开始出了 已经开始出了 这样的话 四季也在造 那这样的话 也没有想过前面要压你 反正我给你打运营的 新补丁里面 OB的建造时间这么短 那在对手你要过来的时候 第二个OB肯定是好 是的 这也是暴雪 做了一些小的调整之后 让你这个 现在的神族 在侦查方面 会做得好一些 神族阴把 你不要这样好吧 每天都黑神族 那虫族阴把 你黑就黑了 我又无所谓的 我觉得三包才有点坏 跑过来说什么 现在神 TV最胜利10% 10% 这话他说得出口 简直是不要脸 关键他自己打的还可以 对啊 他还经常赢别人 赢完了他说只有10% 你要说你真的是那么惨 你抱怨一下 我们很同情 什么历史最黑暗 对的 你每天在干别人 然后说虽然可能确实是最害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 他不能100%赢的 就虽然确实是很黑暗 我承认这段时间 TVC很暗 但是从山豹口里面讲出来 有点不是滋味 不应该是你讲的话 你说MMA输了 对吧 他抱怨一下那也就算了 当年好歹别人认识高手的 好 这边是各种 Shift到农民身上 开个盾 OB呢 他出了两个OB的呀 这OB在外面 这OB是不是在下面啊 没有呀 这是这个 他出了两个OB的呀 这什么情况 我看到他点了两个 谁要没赚了这么多农民 真是尴尬 9个了 10个 哎呀 他两个OB的呀 好好好 这还好把这个女奥给干掉 怎么会这样呢 我刚才明明看到他VR 是点了两个OB 我们看他一共有几个 一个OB 三个呀 有三个OB呀 还有一个在哪里 在对手家里面吗 我们看一个 雷神女奥这边打的是 家里面 在家里面一个OB 然后也就是说 他第二个OB还在往别人点上飞 好又来了 再来一个 这一个骚扰不到太多东西了 那看到对手接话最好的解法是快速三开 他直接跳巨像 出巨像就是骗自己 真的 我说真的 打雷神女摇出巨像绝对就是骗自己 你懂的 有什么用吗 雷神 我不说其他物 伸个雷神炮 你有一个巨像 我有一个雷神 我三个VF 你才一个VR 对不对 好 这边AXE放下第二个VR 并且三开 三开是对的 第二个VR 双VR爆不朽 出一两个巨像扫扫枪命就好了 但是我也觉得他打的 打雷神女摇 那么武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你打枪 不应该用巨像来打 你应该用闪电来打 是的 你用巨像来打 一会儿你就知道雷神爸爸和女妖爸爸的 女妖妈妈 对吧 女妖妈妈 女妖妈妈 雷神爸爸的威力 这个DPS出来不得了呀 打兵中组合 但是AXE只要三开 一直爆兵 就没问题 V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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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VC了还不错 科技跳的也是对的 他可能也是下意识地先出了一个巨像 然后突然发现对手是 而且 而且身攻不身防 很聪明 打得很好 这个时候你身防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 因为对手DPS太高了 你身防 拼爆发 就是看第一轮谁火力猛 是的 我们谁打赢谁就赢了 对的 这两个 这个女妖太恶心了 打这个也是打得起 好 一把雷达确认你是 看到你巨像了 看到你 不朽 但不知道你双VR 没关系 这个无所谓的 双VR爆巨像啊 那你这样的话 你打完了 你用什么来打女妖呢 他可能 还是他确认的对手是 对手也好像没 再出围巾了 没爆女妖了 再出围巾 那你拿什么打围巾呢 现在放下双VS出凤凰 我不信的 哪有那么多气啊 可以的 这个组合打成巨像加决裂 可以 可以 你确定吗 好 放胜糖文库 也可以 但是你这个胜糖文库 放的就有点慢了 对手快要出门了 双VOE 双AOE 是不是他是想直接合两个白球 我估计是 兵营补的也慢了一点 我觉得有点危险 我觉得兜兜 兜兜应该是在14分钟左右出门 兜兜 至少占7成胜算 至少7成 但是从兵中组合来讲我觉得AX也算是打费了 他有三框的情况下 我认为AX占优势 但是这个形式我是觉得兜兜七成胜算 兜兜再慢一点出门就好了 凭什么 你老一卖 你给一个凭什么我慢点出门的理由 让你赢了 看你开三框了 那么快的才开三框 他现在全力在采气 160 170人口打125人口 凭什么你呢 哎呀 还是闪电出慢了 这个又出巨像又出闪电 其实真的有点骗自己 这资源真的是不够用 怎么可能呀 这个 资源有点不够用 现在全力刷兵 全力爆不朽 但是人口差了50 这感觉兵种组合被玩爆啊 你觉得有机会吗 没机会 没机会 这个机会太小了 点滴宝也来不及了 这哪来的 这个 哎呀 这个球也好啊 除非 巨像把这一堆秒了 你可能吗 这不可能的 我说除非啊 立场 立场 闪电下他 吓他 这一波没有AOE怎么打 这个有闪电才是王道啊 对 哎呀 反馈没意义 反馈没意义 推平了 所以我说 到头来还是要用闪电 为什么 闪电爆发力比 雷巨像猛 你巨像可能扫两轮 你还没把这个兵扫 但是闪电两轮下去 这个兵肯定就死光了 是的 其实他刚才出了一个 一个巨像的时候 回头是岸 对 他回头就出闪电就赢了 对的 你打出不朽加闪电 是完全可以 而且兜兜被你骗了 对的 兜兜出了什么 兜兜当时出的是围巾 是的 他被你骗了